哈喽,大家好,我是Anne 好久不见,感觉好久没有录视频了 距离我生完孩子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这是我在月子中心的最后一个星期 然后在我没有更新的这段时间 我就有收到很多的私信啊评论 问我是在哪里坐月子 然后有没有去月子中心啊 然后包括群里大家都在讨论 Anne是住在哪个月子中心啊之类的 所以我就想说在这里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当初我选月子中心的时候 一些我考虑的地方 首先就是我为什么会选择在月子中心 第一点就是我想要跟家里人保持这种舒适距离 我觉得在家里坐月子难免会受到一些限制 然后长辈他们会有很多旧的思想 即使你是叫了一个月嫂 但他们肯定要帮忙 然后你跟他接触的这个机会越多 可能会摩擦越多 然后也是担心他们的身体吧 就觉得很辛苦 然后第二点就是关于月嫂还是月子中心的区别 那么月嫂的话它是一个人在服务你 它可以照顾你的餐食或者是照顾宝宝的这个起居 但是它没有办法涉及到其他的方面 但是在月子中心的话它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在照顾你 它会有专业的这个营养师给你配餐食 有专丸门的阿姨给你搭造卫生 医生过来帮你查房 然后有管家客服 有任何的问题 它都是随叫随到 包括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 就是它会有司机师傅去接送 因为我宝宝是出生的时候情况比较的这种复杂紧急 所以他疫苗也没有打 然后也需要去医院复查什么之类的 所以在整个月子期间我们有去了三次的医院 所以都是月子中心的师傅 接送我们去陪我们一起去 所以这些服务是完全我觉得一个月嫂没办法承担 那么大家在选择月子中心的时候 应该也会有很多方面需要去考虑的 那我选的这家月子中心它是叫做门诺 也是上海比较有名比较高端的这么一家月子中心 我选择它的理由首先第一点就是地理位置 它是在外滩旁边离我家非常非常近 大概开车只有五分钟 然后去公司也非常近 因为小姐夫她晚上也会在这边陪我睡觉 然后早上白天的时候去上班这样子 然后她周边的设施也会比较齐全 你想买点东西或者是去地铁站 或者是想出去吃点东西 这旁边都会非常方便 因为它就在外滩的旁边 然后风景也非常棒 然后第二点我当初选择的原因 就是它是一个独立式的月子中心 然后现在就是有很多酒店式的 它是在酒店里承包一个楼层 然后把它改造成这个月子中心 那么它的这个空调系统 又或者是餐饮厨房 或者是包括我们这些 被套啊 衣物的这个清洗 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跟酒店的这种住客 会有一点交集吧 所以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干净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医院式的 我这个完全没法接受医院式的月子中心 因为这次我是抛妇产 所以是在医院住了四个晚上 就是那种医院的感觉 会让你比较的压抑一点 即使是私立医院 真的它这个环境 还是没有办法跟家里相比 毕竟要在这里待三十天 对吧 然后第三点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的 就是它是医护模式的 还是月扫模式的 那我是自己个人比较倾向于医护模式 因为相对来讲会更加的科学专业一点 那如果是月扫模式的话 我觉得多多少少它还会有一些传统的这种思想概念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代沟的 所以护士相处起来 我觉得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就是我跟我的这个专户的小姐姐每天两个人聊天的话题 就比如说什么微博热搜啊 然后吃点瓜什么之类的 因为在这里三十天不可能小姐夫每天24小时都陪我 白天的时候我还是跟专户小姐待在一起比较多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是可以聊天聊地啊 所以就是产后的这个心情还是比较舒畅的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医护模式的优势 就是在于它每个星期会有四次的医生查房 有儿科乳腺科产科还有中医 他们都会过来看你和宝宝的情况 特别是儿科医生我觉得非常重要 刚住进来的一个星期是比较焦虑的 因为宝宝会出现比较多的这种情况 然后一点小问题我都会搜百度 然后百度上面的说法真的很吓人 就有的时候可能给不了我一个答案 那每个星期是有两次的这个儿科查房 所以就是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医生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OK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是要跟大家在月子中心过一天 让你们看看我都在干些什么 欢迎来到我的房间 现在要给大家做一个room tour 就是我住了30天的这个小套号 先进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小小的会客厅 平时你如果是有人过来就是探望 比如爸妈来的话可以让他们在这边玩 然后你在里面喂奶 这样子就比较随密些 然后平时晚上的时候专户是跟宝宝住在这个小客厅里面的 宝宝会有一个那种小推车的床 然后专户就睡在床发上面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看起来是不是很像酒吧台的一个地方 不是它其实是一个奶吧台 这是一个奶瓶的这个蒸锅 它就是消毒奶瓶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温奶器 洗奶器啊然后奶瓶啊 床库小姐姐就会洗干净了放这边 平时我就是把奶吸出来 然后我拿到这边让它来处理 下面有小冰箱 我现在已经冻了大概70代奶 简直就是奶牛本人 它是有两个卫生间的 就刚刚我们进来那个地方已经有一个 卫生间是可以给其他人用 然后这边的卫生间就是单独给我用 我觉得这样子也蛮好的 待会儿我来讲卫生间吧 先来讲一下我们卧室 很温馨的感觉对吗 其实空间还是蛮大的 它这个采光也特别好 它的客厅跟这个卧室 都是那种很大的玻璃 白天的时候我们尽量都会把那个窗帘拉开 这样子就会感受一下 你还活在人世的感觉 不是那种日夜颠倒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台 我现在是三个小时吸一次奶 然后现在是白天清味 然后晚上品味 这个是一个瘦乳棉 它就是需要我们在吸奶之前 把这个乳房清理干净 因为乳头会有细菌嘛 这些是医生给我开的一些药 比如说这个一亩草的颗粒 就是可以排恶陆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陈皮 这个泡水喝的话就可以 缓解宝宝胀气的问题 然后一定要记得多喝水 就是吸奶前吸奶后都要喝水 这样才会有丰富的补质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工具了 新安宜的一个吸奶器 还蛮好用的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房间就是装修风格 还是很舒适的那种感觉 然后住起来真的也很舒服 特别是它的一些软件的设施 我觉得特别好 很多期节也很好 它这个床就是跟医院里那些床一样 你是可以把它摇起来的 对于前期比如说泡腹肠下床 比较难的一些妈妈 虽然我是钢铁侄女 我是第三天 反正在医院我就已经下床了 就有一些如果你恢复的不是很好的话 你就可以在床上面吃东西啊 然后活动啊 看电视啊什么都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它那个空调的出风口 因为是有对着床嘛 所以它就是有装那些隔板 就尽量不会让你吹到这个空调的风 大家一定不要有这个误区 觉得就是坐月不能开空调 就一定要保持这个室温在25度左右 这样子宝宝和产妇都会比较舒服 如果你是出汗的那一种 反而你会着凉 所以养知识点 这也是护士小小姐跟医生都有跟我讲的 所以这个科学 好 这个就是卫生间 卫生间的那个细节 我觉得也做得特别好 首先 这是我刚刚才发现的 我之前就觉得我在这边刷眼洗脸的时候 特别热 我刚才一摸这个镜子我才发现 它这个镜子是加热的 我说难怪 我一直以为上面会哄那个暖气嘛 怎么倒是你啊 是你啊 给你们看看 我在这边的带的护肤品啊 护肤routine 首先这两个拉梅尔的黄金套装 一定要戴的 面霜我戴的这个是法尔曼的那个助养面霜 这个真的具好用 这三个真的是黄金搭档啊 天哪 第四个黄金搭档来了 就前段日子 这个是我之前推广的一个眼霜 就是蓝蔻的精纯 但它真的很好用 这四个真的是四大金搭 他们准备的那个带铲包 真的超级无敌 齐全 基本上我就是自己带了一些护肤品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其实才是他们这个月子中心的衣服 超级无敌 巨舒服 因为我自己也买了两三套这种月子服嘛 然后我全部都带回家去了 很透气 但是又不会说空调吹到着凉那样子 它有三套这样子的月子服 它是你洗完了之后就扔在这个脏衣楼里边 然后它每天都会清洗 然后烘干消毒 再送上来 放在这个袋子里送上来 然后像比如说这个乳酸垫啊 棉褥巾啊 这些都是他们准备的 就是你用完了 他们就会拿上来的 然后这个是我的绑腹带 是不是很喜庆啊 仿佛要唱起了三个歌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瘦身的时候 待会下午我也要做一个绑腹的 我既然约了绑腹 它就是可以让你身材稍微收紧一些 然后这边就是厕所啦 厕所的话 之前我过来看的时候 他们就有跟我讲 他们这边的那个水的系统 是一个净化水的系统 所以它这个水的话 是可以直接清洗伤口的 马桶都是正的马桶嘛 就是可以直接清洗 比如说有一些撕裂呀 然后测切等等 他们是需要用纯净水来洗的嘛 他们这个可以直接去洗 这里是有一个宝宝 可以洗澡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我们的宝宝都会去楼下洗澡 像放牛一样 就是让他出去逛一逛 因为我们是专户嘛 基本上他会在房间里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